伊丽莎贝尼王去世后 圣保罗大教堂于周五9月9日举行了祈祷仪式 包括英国首相利兹特拉斯在内的参加追悼会的人 聆听了查尔斯国王周五向全宫发表的讲话 他在讲话中承认将以母亲为榜样鞠躬尽翠 特拉斯诵读圣经并在仪式上吹奏风笛 仪式在国歌的歌声中结束 国歌现在被称为天佑巫王